秋冬 秋冬被季節的花生啦 啊這個本來就是要來留種的花生 這產量蠻多的 大家好 我是阿龍 這個竹鼠 也就是葛藝金啦 可以採收了 那我今天來把它採收起來 這旁邊的雜草也跟得起來了 那我先從這個地方比較好 在這邊挖出來 那我們怎麼判斷葛藝金 火活可以採收啊 像這個關節很明顯 這種一定是可以採收啦 阿旁邊這邊有一個 這個 它的火活度 可能沒有那麼夠比較嫩一點 阿量可能也沒那麼多啦 那我們挖開來看一下 這個就是阿旁邊沒有挖那麼 不小心就挖到 這個還蠻嫩的 阿旁邊的生長 所以說才會有長 不過這邊的果實比較少 阿這邊裡面的一坨 這個像這種果實就比較多啦 這種葛藝金 它可以用來做太白粉 阿這個要做粉 你當然就是說 留老一點 你要吃的話 盡量留嫩一點 就要採收 口感才不會 吃起來太渣啦 那蒜了之後啊 有一點帶蒜 我們就可以拉看看 不一定要全挖啦 這樣子 它就整個拉起來了 阿它一般我們生長 這個下面會長了很多 它會長在下面一坨 這個調 拉一拉它就跑掉了 跑下來 這次的量不是很多啦 問題是都蠻大條的 像這種要來做 那個太白粉 就是要取它的粉 這個是最好的 像這種 那個火鍋 OK 我們要吃這種火鍋 就太渣了 這個火鍋 就要吃到 然後就這樣 就這樣 看來 好 就這樣 可以 切它 我可以用水煮沸騰 水煮沸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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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現在啊,這個葛藝菌,也就是竹鼠啦 我全部把它縮成了,產量就目前看到這些啦 看起來還蠻ok的啦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這裡,掰掰 謝謝 謝謝